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印度恐怖电影《席林》重现 女主苏提被困在了被鬼祖宙的豪宅里 所以无法见到自己心爱的杰拉德 家中仆人看到了苏提心中的苦闷 好心的仆人为苏提从庙中求得圣物 趁着夜色驾着马车逃跑了 在逃跑的路上怪事不断 鬼生四起 还没有逃出去 仆人就被突然出现的鬼杀害了 而苏提的圣物也没有起到作用被鬼轻易弄坏 苏提就这样被鬼抓了 画面一转来到了杰拉德家中 杰拉德已经两年没有收到苏提的回信了 他由此判定苏提已经死亡 早已心有所属的他 每日都因为苏提的事而沉沦 这天他在散心创作时 发现了一个陌生女子晕倒在河边 好心的杰拉德将女子救下 带到了家中 巧合的是这位女子就是苏提 只不过她苏醒后丧失了记忆 所以也无法与杰拉德相认 但是失忆的苏提依然可以朗诵出杰拉德的诗歌 在杰拉德心里对这位女子也有莫名的熟悉 于是苏提就在杰拉德家中住了下来 晚上乌鸦飞起 恶灵出动 很快乌鸦落到了杰拉德的房子上 表明恶灵也缠上了杰拉德一家 第二天观察到不测的神父来到了杰拉德的家中 他警告杰拉德 苏提不祥 他也带来了恶灵会给杰拉德一家 找来灾难 但是杰拉德并没有在意神父的警告 当天晚餐时神父的话就应验了 苏提突然吐血还夹杂着铁钉 杰拉德的妹妹不淡定了 他想起了神父说的话 并劝哥哥赶紧送走这个瘟疫 杰拉德自然不同意 两人随即争执了起来 苏提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不拖累杰拉德一家 他自己悄悄离开了 杰拉德对苏提已有爱慕之情 他最后还是将苏提追了回来 第二天杰拉德就带着苏提去医院检查了 检查需要入院住一天 晚上恶灵更是过分地附身到了死人身上 警告恐吓苏提 晚上X光检查结果出来后 医生也是惊异地发现 一双不知道哪里来的手正攀附在苏提肩上 检查不出个结果 两人只好去更好的医院 晚上在酒店下榻时 苏提又遭受到了恶灵引诱 来到了墓地 杰拉德半夜苏醒时 苏提早已不知所踪 等他找到苏提 苏提已经被恶灵附身 杰拉德将失控的苏提带到了家中 并请来了神父驱魔 但是由于恶灵的灵力实在太过强大 神父还是失败了 要想驱魔成功 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道苏提的身世 苏提在与魔鬼争夺身体的过程中 获得了短暂的意识 他将一个名字写在了肚子上 杰拉德家中的女仆认出了这个名字 原来女仆拜托过苏提帮她写过信件 杰拉德通过信件上的字体认出了 原来这位陌生女子就是相爱多年的苏提 为了探寻身世 她快马加鞭来到了苏提的故乡 在苏提的故乡 苏提的好友告诉她 原来有人冒充过她来找过苏提 而且好友告诉她 这件事和杰拉德妹妹有脱不开的关系 等到杰拉德赶回家中后 妹妹却上吊自杀了 在妹妹的遗书中 杰拉德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杰拉德曾经的好友大壮 来他们家里玩时 大壮对妹妹起了歹意 诱骗妹妹和她上了床 单纯的妹妹以为大壮就是她的心上人 还把镯子送给她 大壮对于杰拉德的才华很是忌妒 在聊天中 他得知了杰拉德有一个爱恋的比友 于是他冒充杰拉德去找苏提 对件事被妹妹知道了 本打算揭发大壮卑劣的手段 然而大壮以婚前失真威胁她 妹妹只好在家里继续装哑巴 大壮找到苏提后成功骗到了她 还在当地盖了个房子 准备和苏提生活在一起 然而在偶然的一天 因为大壮背不出杰拉德的尸 而露了马脚 苏提发掘后准备逃跑 两人在争执拉扯中 大壮不小心滑落在钢筋上身亡了 仆人和苏提将大壮的尸体 埋在了还未竣工的房子下 苏提也遭受到了大壮恶灵的诅咒 被困在了房子里 当妹妹那天看到昏迷的苏提手上的镯子时 就早已明白了一切 弄清楚了事情的一切原委 神父终于有了办法 因为一具身体不能容下两个灵魂 他们需要找到大壮的尸体 然后等大壮灵魂归位的瞬间 烧了他的尸体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大壮死亡的地方 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 但最终大壮灵魂还是被成功抽离 苏提成功得以解救 最后苏提和杰拉德 终于如愿以偿地生活在一起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